修行简单的说 把它归纳起来 就是在修人的人品 修人的善良 你看看在线上 你的认识的好朋友 我第一次认识我们 当时的陈成龙博士的时候 我一见他 我们就一见如故 因为他很善良 有些人呢 一见就结束 为什么人品不好 那各位 我们孔老夫子说呀 子欲为事 先为人圣 德才兼备 以德为首 德若水之源 才若水之波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们要获取财富 德 是根本 我们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点 都以为我还有能力 我还有才干 我一定会成功利益 会赚大钱 我相信在马来西亚一样 我相信在马来西亚一样 为什么有些大企业 很快的就结束了 他的企业为什么很快的就没有了 我们称为德不配位 当你的德不配位的时候 你这个领导中心 你这个领导中心就没有人愿意跟随 那你的客户就会唾弃 就而就之 你很快的在这个整个社会上就被人唾弃 所以永远记住 世界上所有的惊喜跟好处 都是你累积的人品跟善良所拥有的 所以我们都知道 人品是我们一生要成就未来最重要的 第二个才是态度 最后一个是能力 我们都都以为我的学历高 我是Professor 我PhD 我儿子读了麻省 斯坦佛新加坡大学 各位不是的 全世界成功的企业家 有85%都是做人处事相当成功的 我们称为人际关系特别好的人 只有15%靠他的专业能力 靠他的专业去赢得一切 所以永远记住 人品是一个看不见的竞争力